文字幕志明 主持人還有各位議談者和憲定委 貴賓 大家好 大家清安 別案剛開始的時候 李副總統和邁英雄的一個老師 叫做康憲 彭杰隆 他跟他經過幾個年 他一直給我反映一個事情 他覺得台灣很奇怪 他說 剛才變換這麼大的事情 台灣的法改 沒什麼在發聲 沒什麼在討論 像王道芬 阿鳳英華 法官 有什麼簡單幾個文章的批判 外多數的法律人 尤其是教授 都常常 他說這些民主國家是很奇怪的事情 我已經很開心 今天的台教會 已經四年之後 才開始 我就開始正式的討論 阿鳳英暗鏈裡面有一些書法的問題 阿鳳英暗鏈 我是很... 因為去接著這個暗鏈 但是我也覺得一個很奇怪 例如說 阿... 法改的人在裡面 一些大日書 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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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才才師父也在說 阿鳳英現在要保外就醫 連台派的人 意見也不一樣 但是 你也可以覺得說 四年前 在贖的人 現在開始沒有贖 那台派的人 甚至 那個... 我說 一些社團 現在漸漸很多人開始說 他當初的判斷錯誤 開始阿鳳英暗鏈是一個政治鬥爭 以及是被馬英九 修理的一個案件 我在想 這個辦法大家越來越了解 我覺得這個... 因為今天十分鐘而已 沒辦法說太多 我... 都說一個... 概念到重點就好了 我... 我覺得 比較順利論來說 就是說 阿鳳英總統 他選擇就是為他來教我們做事 你看他 從... 九十七年 你... 你看他在做理會的時代 做市長的時代 是最認真的理會 他接了很多制度的弊案 甚至有一些改定 再來就是做台北市的人 我發覺 台灣的律書 包括你看中國五千... 幾千年的律書 將來沒有一個行政首長 不改革... 改革官僚體制 只有壓扁 我們以前在公務機關 都要讓公務員幫你修理 幫你... 都很害怕 但是... 他創造說你去那裡幫你幫忙 那... 還不能摸他 現在當然... 台北市政府又開始還可以 你現在去就知道了 要他去做... 風風八年之後 你看我們雪山隧道 高梯啊 高梯他要不要叫他 說派田 他也在做 阿你看... 北二高 本來國民黨的時代 變五千元 叫做民進黨時代 兩千元就來做了 阿如果照國民黨的標準 你再加一倍還不夠 阿他的任內 我看他... 九十七年交放 進行兩年 財政預算收支又平 甚至有結疑 所以他的任內 其實把我們台灣的財政做得很高 我要說的意思是說 阿彬雖然... 你說他在... 重振這個... 這個... 這幾十年的概念 他都替台灣做的事情 他說有貪或沒貪 我想... 已經證明是沒有 在這裡農壇外 節目就沒有證據說他 去給他... 討錢啊 收錢什麼 阿說台灣七億就貪貪 我舉一個例子 宋處理就好了 宋處理台灣不是不清楚 才有說他貪貪 也沒有了 他不是說他提供兩三億 他也要這樣 透過監察院的報告 他就是... 心頂選舉他就存十億多 阿彬雖總統選兩次紀 才存五億多 一個五億多 一個七億 加到十億桶 宋處理選一次 心頂就存十億多 就比他選兩次總統還多了 所以看他出來說阿彬雖總統 這是純然是政治先進的一個人 一個總統的選舉 為何你比心理那麼大 但他還選兩次 我們還看這次的美國總統選舉 歐巴馬雖然說他選了而已 馬上就沒有十億美金 十億美金多少 三百億個代表 所以你說一個總統 如果這麼要貪貪 才會再錢 你再看博士來就好了 只有一個四川的一個... 一個領導 你看他貪貪 報早在貪貪是幾十億美金 所以我們在看阿彬雖總統 我跟他相處四、五個年 我知道這人的格局是不會這樣子 所以這案子絕對是鬥爭的政治判決 這是很清楚 我要說就是他從政的階段 他對台灣都在奉獄 我覺得宿命 我覺得他對台灣的改革是不夠的 當然我會覺得這都是每一個人的盲點 他做那麼多也是百年 人的 包括他看的有一個人看不夠 包括我們整個社會氣氛不夠 所以我發覺說 買了因為他要抓他去看他之後 我覺得什麼 我這年就說阿扁 扁案就是司法的造妖境 透過他的理性 發覺思考有一些重重的問題 但是現在問題還要看 我們還要放大 透過阿扁被犧牲掉的時候 他其實就是臺灣的造妖境 不只是司法的造妖境 我跟他三個層面來看 第一個 行政的造妖境 我們臺灣 我先說結論 我從這四五年的辯戶 我其實成長非常大 我說臺灣要報理書 不敢接受 是他的大的損失 我這四五年 我真的學到非常非常多 我剛剛說就是說 我看到的是一個 臺灣 雖然到二十一世紀 就是一個很壓軟的社會 人們想說 我們現在的國民所得 萬倍 要跟兩萬 大家可以出國 有人考慮還不錯 你想說你生活在一個文明社會嗎 壓軟了 我上課會 我去香港我帶一團去看他的陪審團 我看他怎麼行 我現在坐兩天 香港的律書 我很幸運 如果辦了一個香港的律書 他全程回覆那邊改正說 這個審判程序怎麼行 我在法律改 我已經過了二十五年 包括我做律書 二十年 我聽到坐兩天 我終於覺悟了 我到臺灣的法律 到北海 五四年 律書做二十年 我們有的十年法律法 制度 都是一個很壓軟性的制度 香港 雖然他的民主不夠進步 但是他的制度是文明的 是為什麼 因為他是為英國來 他是一個文明的社會制度 所以為北海 我覺得就是 套件他的衛生 我們看出於台灣 是一個很壓軟的社會 你看從行政權來看 一個剛就任總統的人 有辦法去用他的管理 去修理一個洩任總統 抓在管 五二零當天 我是後來夜見看 當天阿扁卸任後 馬上特徵組行為 給所有的海關機場 馬上說 這個阿扁 你要注意 不能出境 我認為共進要通報 你意思是怎麼那麼是米國 他還不是啊 他卸任 馬上交接 馬上所有的海關 通報 所以後面 把駕壓在油公園的逃亡 這都是學校的 所以你看從行政權 還有法務部罪金 都說一些學校的 還建立壞人 做壞觀眾 所以你看行政體系 都是一個很丫鬟的形式 對我們的制度的丫鬟 當然 馬上交接也很丫鬟 我們怎麼能容許這些丫鬟的制度 當然是不行 我們大家要進步 當然要比一個更文明的社會 再來 從司法權也是 我們的司法權都很丫鬟 我比一個例子 我去香港看他們的法院審判 我差不多兩天 我實在很感動 我也覺得很堅實 我有法律圈文 打滾了二十五年 我竟然還不懂什麼叫文明的司法 我一年十二的人 一間是沒有法律的一間 不是沒有法律 大家都看過 坐在那裡 我看坐在那裡很公正 不會人派 我想今天有法官有檢察官 我想你們都很不信的人 我們聽看看 大家共同免疫 法官坐在那裡 他就是公正的審判者 他不用敢派 大家你看我們的法院 像法官在那裡敢派 對不對 在那裡 香港法院的你看 大家在裡面都很有重要 包括你被告 包括你政人 大家你看我們台灣法院 被告經常証罵 他們在那裡想 連政人就是 也很緊張的証罵 我們台灣法院 法官有時候還罵歷書 當年減到罵也罵 罵很多是 是歷書 但是你看那個文明的司法 是別的 大家都很有重要 那被告就是用證據 來定案的罪 所以大家想對我們的 剛才在那裡說 對法官的信愛都無關 角色不清楚 所以要不要變成 一個文明社會的司法 其實沒那麼困難 你法官的角色很清楚 我就是裁判者 我不要變成求援 我們現在的角色就是 法官的求援 審判者和求援這個角色分不清 再來檢查官是怎麼用 因為你沒有用一個文明的角度說 我檢查官就是百分之百充分的舉證責任 我的政府我認為你有犯罪 我剛才把你起訴 我就拿出來政府 拜託給大家看 還是因為我們 法官還有所謂的職權主義的色彩 檢查官如果指證不夠 他還要跳進來指證 所以你看我們的審判證據 法官規定法官要調查證據 這個就是一個很野蠻式的施法 這就跟他包青年說 我法官是一個審判的 我叫調查證據 剛剛誰要調查證據 是檢查官警察要去調查證據 我是審判者而已 但是我們這這麼簡單的道理 我們法界多少人清楚 我們法界多少人清楚 最起碼我在學媽媽聽阿伯 我在審判的時候 也不要聽別人說這種制度 但是你就是去看人家 有名的制度 你就看到原來道理不足 複雜 很簡單的道理 但是很多人迷失 這次最高興有一個審判 說法官要像社會那種式 但是到這個無性的檢查官 走在那裡進做抗議 很多幾乎集體的檢查 我都在那裡深言 就是表示我們對法 文明司法的ABC 到現在集體都不清楚 所以我最近 因為辦了檢查之後 我心心覺得我們的司法 是野蠻的司法 像我們的野蠻 大家不清楚 還迷失在野蠻司法中 我們這套就是因為 國民都二次大戰戰敗 拿起來這套 這套是國民都在中國的時候 在黑白那種 超青菜超的一套 我們剛才說到國民都在用 我們的法官 我們的律書 我們的檢查官 還在用這套很濃 十九世紀 二十世紀 超級 當然超人十九世紀的東西 十九世紀的東西 我們還拿來用 所以有時候我最近在撒陪審團 因為我發覺說 這套是全世界現在 還在用五十年的國家 做得最好的 這是審判的原理 剛才我譬如舉例 我們覺得今天兩人棄手 但是在外國 覺得我們要棄手 是要有外國的一個叫大飛沈的警察 他要棄手要人民的授權 但是我們台灣現在 所有的警察官 對每一個人他都可以隨便起訴 他起訴如果判無罪 他也沒有責任 所以他是有無限大的權力 但是他沒有責任 剛才胡錦琳教授就說 行法一百二十條不要有價 所以大家都生活在一個很野蠻的社會 今天今天還可以使用你起訴 他起訴 政府也不夠 我幫你接幫幫你討 當然 我也覺得我們這個司法的進步 怎麼有 一點一滴 像今天陳傳業教授 老師 理事我是很討厭 他們191990做一個司法改革 其實是有一點成效 但是我現在是說 那一點成效是不夠的 我們現在要大開大合 有的下去改 我們要改一個 不明色的司法 另外一點 我為別人的推敲到另外一件事 行政是不文明的制度 人也不文明 書法三款 剛才陳律師說 因為你 法官你是科學來 這是一個大部分的 但是我們還有一些配套 我會覺得說 第二 法官不可以用科學的這個政客 第二 法官我們也可以一大部分用算的 像美國有些 幾乎是三夫妻的 法官是用算的 六年該算 再來他們的檢察官也是算的 所以我們可以考慮說 一些法官用算的 一些檢察官用算的 當然不是用科學來的 還有另外 所以我們要限制檢察官上訴 所以我們要限制檢察官上訴 這個訴訟法有一點點這個味道 再來 這個 法官濫權的部分 要考慮什麼 補審員 審判權要回歸到人民 這個外國是主流的 台南台灣都沒有這個概念 這就是 我們的行政權我們可以算總統 立法權也是我們算的 修法官到現在都還獨裁 司法權其實在外國也是由人民而來的 我們的憲法那個 這個憲法要換 最緊張 這個主權在於這個 是世界的主流 司法權也來自人民 所以你看 檢察官的起訴 權力也是要人民授權 法官的審判 是要跟人民要分工合作 各自獨立 所以我也覺得很部分 從我辦了平安 我是覺得說 觸發了 今天武警警察說 觸發整個改革 我也認同這點 但是就是因為 旁邊的儀生 大家慢慢來看 欸 現在我們要求這個人 可以用那麼大的權力去鬥爭 鬥臭 他的前任 我們這樣不可以 所以這個要改 再來立法權 也有問題 司法權也有問題 司法權也有問題 我現在說立法權 像江國青這種案件 蘇貞合這種案件 大家都 江國青人 一起看一看 看市民一起 一起 再發到煩惱 阿兵這件案件 也是很多 都說違法 犯法官 叫 郭忠亮 去教書委證 憲法官 賣到日本 去教書盜坑 但是你看 現在 有任何調查 這就是我們的立法權 出了問題 在外國 現在大的案件 立法的 議會絕對會成立一個 調查委員會 把所有的案子 出問題 從頭到尾 調查 你如果出問題 談合 這個論文 要改 但是你看我們的立法委員 多一個 做這個事情 社會也沒有這個現實阿 社會的進步 你看西方 我們兩千塊兩年去英國 去訪問 他們有一個法令 有助基金會 一年開清理業 台灣的一百年才過 是怎樣 你設置這個機制 因為一九八空年 他們曾經發生一個冤案 因為一個冤案 就建議一個制度 你看江國青 這年大的冤案 到現在有什麼改革 有什麼調查 有什麼彈劾嗎 手 手間就按將也三塊 阿扁案也是 所以我認為阿扁 他現在的犧牲 是要改造我們整個台灣 他把我們法家說 所有的程序 因為阿扁你就看得出來 哪裡出問題 我覺得今天這個委員會很好 觸動大家來思考 我們已經沒看到的地方 因為時間會翻那 等一下我們可以再慢慢討論 所以我也覺得說 如果因為阿扁 因為他的犧牲 可以讓大家看到 我教導說 我們台灣還是一個很丫鬟的社會 因為我們去 拿到一個丫鬟的憲法 很浪漫的憲法 我們大家還在爭執說 能不能修憲 要不要立憲 我們先不要說憲法的問題 法律制度 我們也是一個很丫鬟的制度 香港跟我們一段時間 兩段時間的回憶就夠 大家有機會去看 為什麼香港不是一個民主的社會 它就能有文明的司法 我們台灣人 是更有主意 要求我們有一個文明的司法 比較重要 比較重要的是說 我們要深刻 生活一個文明的社會 包括我們的行政系統 包括我們的立法議會系統 包括我們的司法系統 希望我今天的發言 可以啟動大家 對這方面的關係 感謝 謝謝 謝謝 因為他是便案的電腐律師 所以四六人來都向學廳社會 所以就近的觀察學廳 到底是什麼人 還不然他說便案的過程是什麼 所以剛才說 他是自己的新鮮的經驗 他因為說 台灣社會的制度發生問題了 憲法發生問題 司法 點點都發生問題了 所以我改革的是 可能 以後台灣做一個自由民主的國家 可能不符合這個條件 他以後說 實際上是對外面這麼厚 我們來共心的時刻 所以我想這代表的 原來版這個煙突的 我想要用在這裡 所以我聽到 憲法律師的話 雖然很重量 但是我想要很好 會開始翻新的議會 對,謝謝 想理一下 警察 想理一下 哲平 哲平 實際 採訪 痲平 可能 這次 是